电影赛的科巴来下集《彩虹桥》在昨天上映 当演魏德顺虽然很担心票房是否热销 不过他今天没有陪包场的镇商看电影 而是去台中说电影给视众朋友听 借由他讲故事让一些人的脑海浮现电影画面 进一步来了解历史 电影大师要来说电影 视众生特别演唱《海角七号》主题曲 感谢导演魏德顺 好不好听是其次 重点是心意 被导演忙拍片 也不忘做工艺 知道同学们不能用眼睛看电影 他决定利用电影原生带 用音乐配上导读 重现电影画面 《赛德克人》要保护摩托鲁道 《木龙主》要杀摩托鲁道 可是他就在水流里面一直不敢出来 盲身竖起耳朵仔细聆听 一般人用眼睛 看的是场面看热闹 用心阅读 才能真正透彻了解 有一点等 依照他的口述可以去想一想 电影画面说给你听 感动之余 未到心中激上八下 因为号称上下级要卖到15亿才回本 上级票房3.5亿 看来下级必须加把劲 才能弥补缺口 后面还早 后面还可以冲一下 这个礼拜就先让他发笑看看 然后反正下个礼拜 我们的演员就全部出动了 应该要破11亿比较 比较算是基本 另外针对网友评论电影太多杀戮 暴力写心 韦德胜有自己的看法 我只能说 说我们从头到尾在砍头 一定是没有看电影的 他已经听别人讲了 为了冲票房 未到预告下一波宣传 演员将会群体总动员 希望带动事迹 让国片站稳台湾 前进国际 新唐人亚太电视综合报导 年轻人亚太电视